上一世我穷到过街老鼠路过都要施舍两个钢棒 从来一世我觉醒预知未来能力 带领兄弟一同日入过矣 一转眼过去了一周 凤凰这要饥饿营销的事已经在网络上发酵得沸沸扬扬 林哥 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回应了吗 那些大V 博主都像是疯了一样 四面八方冒出来围攻咱们 别光看表面现象 你看我们的后台渠道商链接的库存数量 是不是还是林 确实不错 我联系了好几家代工厂 现在咱们的日升产量已经突破了一百万盒 我们的线上供货渠道也上升到了每天二十万盒 但实际就算是这样 特效感冒要还是供不应求 别说这些 光是看每天打给咱们催货的议员们 就该知道咱们是酒香不怕巷子山 我是担心这些人在网络上乱发表言论 在乡的酒业臭了街了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有毛本 来网络上找存在感 有这个闲工夫 不如想想等这段时间风波过了 咱们跟特为国际谈国外出价的时候 多加点什么条件好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现在国外那边的供货商也急得快跳脚了 都等着咱们的回复呢 林总 进来 林总 大致的材料都已经收集完毕了 加上法务部那边搜集的 很快就可以起诉了 效率挺高嘛 我还以为要再过一段时间呢 老韩 咱们可以开始反击了 这些都是什么 是带头那几个网红和韩丽波 他们之间勾结的证据 全部都在这里 林哥 你都准备好了 可惜姚天成之人做事有些本事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把他调出来 不过韩丽波是他的心腹 咱们光把他曝光 就足够让和庆治要狠狠栽个大跟头 大家都不是傻子 大不了咱们再推波助来一下 只要大众知道了韩丽波的身份 还瞅查不到姚天成身上 打算什么时候起诉 法务部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是他们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官司 大家都跃跃欲试呢 随时可以开庭 嘿嘿 林哥 你打算多久 当然是越快越好 去跟他们说一声 争取再过年前就提交起诉材料吧 也该让大众知道 咱们凤凰只要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好的 林总 我跟你一起去吧 整理资料快一点 韩长宇跟着赵燕一起离开后 我思考良久 拨通了一个电话 谁啊 姚董 没完没了是吧 从一开始在拍卖会 就找我和阿冲的麻烦 现在又来找凤凰制药的麻烦 哼 你哪位啊 我就是那个不靠爹不靠马 只靠自己一手成家的灵敏了 不靠爹不靠马 你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这么说倒也有道理 大家都是娘生的 起步还是很公平的 可惜我就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没有姚老爷子那么厉害的爹 你的意思是 你觉得你爹没有我爹好 我可没这么说 我一直以为我爹是世界上最好的爹 只是没有你爹那么有钱而已 那你这是嫉妒了 还真谈不上 毕竟我现在根本就不缺钱 就算你在录音通话 这话说出来也够好些人声讨了吧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行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上就要过年了 大家都挺忙的 你就不能让大家舒舒服服过个好年吗 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何庆只要旗下的员工 福利待遇不说是业内顶尖 但也算是中上等的吧 怎么就不能舒舒服服过个好年了 哼 这话有道理 我就怕过完年回来 那些员工的福利待遇会变差 你什么意思 姚天长 我什么意思你比我更清楚 商业固然有竞争 但是能创造供应价值的 都是那些正当竞争手段 你在背后玩这些阴险的小把戏 特效感冒药的销量下降了吗 姓林的 做人得拍着良心说话 没有的事情你强行安在我身上 你信不信我告你血口喷人 那你去告啊 我有没有血口喷人 你心里没说吗 你也接任了和亲之药这么多年 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 可产品力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特效感冒药的药效有目共睹 你玩的这些龌龊的手段 只会给凤凰之药 带来更多的热度和利润 妈的 这些天不管是人还是物 热度居然都越慢越高 骂人的嗓子眼都冒烟 被骂的还是赚得盆满钵满 林明 你在忙吗 那我进来了 家家怎么来了 没时间跟你废话了 你要是觉得这样有用 大可以继续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凤凰之药确实没有花一分钱 做多余的澄清和宣传 改天有时间 我真应该等门拜访 感谢姚总的宣传之恩 在外面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又不回话 跟谁打电话呢 还能有谁 姚天成 明明知道是他在背后一手推动 给他打电话做什么 嘿嘿 恶心恶心他 聊正事吧 凤凰之药最近人手有些不足 咱们年后可能要考虑再招人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足够的人选 没事 估计年后咱们就能解决 员工数量上的问题 怎么说 等咱们这场官司打完之后 不管姚天成有没有被拉进来 何庆之药的名声肯定会一落千丈 佳佳 你知道上市公司最注重的是什么吗 名誉 是的 何庆之药名誉受损 市值肯定也会跟着下跌 真到了某种程度 他姚天成唯一能采取的方法 就是裁员 把何庆之药的员工 都招聘到凤凰之药来 这些交给专门的员工部门去做就行 不劳咱们操心 今晚吃点什么 咱爸没给你打电话 嗯 什么电话 没有啊 咱爸下午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让咱俩回去吃 好像有事要跟咱们商量 我在这个家 真是一丁点地位也没有了 我估计再养条狗 我的地位都能排行老六了 滚蛋 别耍饱了 爸肯定是觉得你工作忙 所以才不愿意打扰你 不过你要说 我在他们眼里比你重要 我也不否认 走吧老婆 咱们买点东西 准备准备回家 我和陈家回到家的时候 爸妈一脸沉重地坐在客厅 回来了 过段时间就要过年了 你们怎么安排的 都听你和妈的 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不用担心 凌处和凌克那边 都可以让别人先坐着 至于我跟陈家 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按照我的想法 肯定是想回家过年的 毕竟还得给祖宗扫墓 不过亲家那边 不是还要搬过来吗 是不是要跟我们一起过年 我爸妈要年后才过来 而且他们也想回玉山村 看看二叔三叔他们 今年我就跟着咱们家过 好好好 有惊奇照应是好事啊 嗯 怎么了爸 看你回来就忧心忡忡的 哼 其实是你二叔林雨良 身体快不行了